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书是 夏之清夏吉安书信集 这两位兄弟 他们都是重要的学者 在他们的人生当中 曾经有过这么一段 两个人长期分离 但是却透过书信 一直不断的有紧密互动的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境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 所以留下了这一批 非常难得的书信 这个书信时间 是从1947年到1965年的年初 这个时候 夏之清先生跟他的哥哥夏吉安 两个人不断的书信来往 他们两个人真的非常非常的亲密 我们从书信里面可以清楚的看出来 他们什么都说 说家常 谈感情 论文学 聘电影 意识症 真的叫做推心置腹 我们其实从书信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字里行间洋溢出来 那样一种 今天可能大家不太容易想象 但还是可以感受 并且大为感动的那种 兄弟之间的情谊 他们两个人不只是兄弟 而且你清清楚楚 彼此互相为对方最深刻 而且最信任的朋友 更进一步的是 因为两个人都是学者 所以在他们自己的学问的追求 跟研究上面 有了很多的讨论 另外这两位学者 他们共同的特性都是 一方面 对于当时的时代 有着敏锐的观察 另外一方面 有着非常广泛的兴趣 因此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也就有了 一般人的生活里 没有那么多的话题 包括了他们谈电影 他们谈看到的书 他们谈当时 在激烈的变化当中 可以想象 从1947年之后 例如说1949年 两岸之间的 这个巨大的变化 到后来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包括了1950年 爆发了韩战 一路到越战 一路到两岸关系当中的 各种激烈巨大的变化 当然也都进入到 他们的人生当中 变成兄弟两个人 彼此互相通信 以及交信的 关键的背景 另外一件事情是 在那个时代 其实要用这种方式 紧密的通信 并不是那么样的容易 毕竟是 没有网络的时代 那个时代 每一封信都必须要 一笔一笔 一次一次的 慢慢的写下来 还不止如此 很长的时间 他们要通信 必须要用航空性质 现在可能很多人 也都不太了解 什么叫做航空性质了 航空性质 就是非常非常薄的质 为了是在寄信的时候 那会很轻 相对比较轻 可以减少油费 航空性质 很薄很轻 因此相对的 性质的成本也比较高 买起这种性质来 你就会有点心疼 所以也很自然的 在写这种航空信件的时候 一般大家的 平常的习惯 是只写 聊聊几句 把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 一些关键生活上面 关键的事情 交代清楚就好 但是他们两个人 有这么多的话题 想要说 以至于 他们必须用 迎头小字 尽可能在一张纸里面 多塞一点点东西 所以当我们看到了 这样的信件 所保留出来的原件 让我们真的会觉得 那个时代的 一种特殊的感动 这样的书信 留下来 竟然在这 十几年的时间当中 留下来了几百封 将近有六百封 这已经非常的难能可贵 另外可贵的地方是 这六百封书信 竟然也都保留下来 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在 夏志欣先生的夫人 王栋女士的 这个主编以及找了 中国大陆的一位 非常热心的学者 寂静 组了一个编著团队 把这一批书信 原原本本的 在联系出版公司出版 到目前为止 夏志欣夏季案 书信集呢 还没有出完 跟大家介绍 我们所看到的 是最新出版的第三卷 这第三卷 它包含的内容 是从1955年到1959年 这两兄弟 他们两个人 彼此互相通信的 一百一十封信 这一百一十封信 王栋女士呢 就给了我们一个 背景的介绍 跟背景的说明 这里面 这四年当中 关键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是夏吉安 本来一直希望 在美国 能够找到 他未来事业的 一个变化跟发展 他试图要写英文小说 他也想要进到 美国的重要的学府 里面去教书 不过 在这个过程当中 并不是那么样的顺利 所以最后 夏吉安 毕竟还是回到了台湾 到台大外文系教书 他一进到了台大外文系 那个环境 那个背景 包括他的学识 包括他的为人 包括他的个性 立刻就对于台大外文系 产生了冲击 不只是受到了 学生的爱戴 接下来 他得到了 上上下下 许许多多 丰富的资源 因而他得以创办了 我们在讲 台湾现代主义 文学杂志 这个系譜上面 最关键其中的 一本杂志 那就是文学杂志 那因为有文学杂志的存在 所以使得夏吉安 得以鼓励 当时进入到台大外文系 跟他念书的这些学生 让他们开始 现在小说 现在展文的写作 这中间就包括了 后来大有名气 自己自行在大二的时候 就组织创办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 台湾文学杂志 叫现代文学的白建勇 以及白建勇 他们这一班 这些后来都在 台湾的文学史上面 留下重要名字的人 例如说 王文心 例如说 陈若席 例如说 李欧范 或者是欧阳子 等等这几位 他们都是因为受到了夏吉安 在台大外文系 以及创办了文学杂志的影响 这一段历史 这一段过程 一部分也就记录在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书信集的第三卷当中 这个时候 夏吉安到了台大外文系 他有了不一样的身份 他俨然变成了一个文坛的领袖 而且他有着那样的一种品味 跟他的敏锐的眼光 他就看到了 当时台湾文坛 正在发生的一些青年的写作者 例如说在书信里面 他还提到了余光中 说余光中当时已经变成了 头号的首要的诗人 然后他也对于余光中 他的诗 以及余光中的翻译 有了一些他的评断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 这是夏吉安在台大外文系 经过了他的生涯的这个转折 所产生的公共 这个领域上面的变化 但是夏吉安 他还有另外一面 这更早的时候 在夏吉安日记 那是他在1947年左右 在上海 以及其他地方 他教书所留下来的记录 夏吉安日记更早 在1970年代 也曾经由夏之清 他的弟弟 把他整理出版了 当时造成了很大的轰动 夏吉安日记 之所以造成轰动 那就是因为夏吉安 那个时候 在台湾的文学史上面 已经明确的确立了他的地位 所以大家都认为 夏吉安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 了不起的老师 了不起的文学的领航者 但是在夏吉安日记当中 当年夏吉安 大概30岁上下 我们却看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 很感人的一个夏吉安 那是一个一方面感情如此的充沛 却在追求跟实现感情上面 如此的敏感 如此的胆怯 如此的瞻前顾后的一个年轻的男子 他最重要的在日记里面记录的 就是爱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学生 所以接下来就基本上 都是在他自己心里面的自寻苦恼 实际上日记里面 亲密看到他对这个女学生 实际的行动少之又少 看到这个女学生就轰然心动 接下来心里面就一大堆的联想 一大堆的想象 他在感情上面一方面容易动情 而且一旦动情都动情动得非常非常的深 但是另外一方面 对于自己追求女性的这个自信 他大概在所有的男人当中 他排在非常非常的后面 所以我们在这一批书信里面 另外又看到了类似的在夏吉安日记当中 所呈现的这个情节跟这样的主题 那就是在万万戏教书教导的一定的程度 夏吉安就对弟弟说 他立了一个志愿 这个志愿很重要 因为这个时候他有他的身份 他有他的地位 为了避免招人误役 他不能够再追女孩子了 虽然这个时候 他年纪其实仍然不是很大 而且他对于周遭的女性 有过很多很多的想象 可是为了要保有自己作为一个 万文系大教授大老师的这种地位跟身份 其实也一部分从书信里面看得出来 为了自我保护 不愿意在冒险去碰触爱情当中可能的失败 所以他就决定他不再追求任何的女子 这件事情做弟弟的夏之清 这个时候夏之清已经成假 刚刚成假 夏之清在爱情上面 在婚姻上面都比哥哥要来得有经验的多 也来得顺利的多 所以倒过来 弟弟一直不断的刺激提醒哥哥说 你要多去跟女生接触 你不要老是把自己关着 你不可以因为觉得自己是一个大教授 你就不接触女生 你就停止了你的爱情 所以这方面两个人就有了 他们不同的态度 反映在这一批书信里 所以这一批书信仍然保留了 许许多多夏吉安对于感情上面的内敛 非常深沉的一些犹豫 还有敏锐的自喜 不过另外一方面 可能也就是因为 夏吉安这段时间没有明确的对象 所以兄弟两个人通信 也多了很多外在的 包括家庭琐事 朋友来往 读书心得 评论电影 还有讨论台湾文坛 夏吉安所看到的 希望夏之清 能够知道的 这是一批非常有趣的书信 读这个书信 我们看到这两个兄弟 在那个时代 他们的生活 还有更重要的是 他们留下来 特别属于那个时代的思想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继续聊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阿福 邓福如 天天在一起 天天又有心情 听见台北的声音 FM93.1 一心腹永远属于你 感谢邻居收听 杨造谈书 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 夏之清 夏吉安书信集的第三卷 连续出版公司 刚刚出版 后续还有其他的 另外的一批书信 连续出版公司 会继续为大家整理出版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看到的 夏之清跟夏吉安的 这批书信集 已经整理到了1959年 而券三所包挂的 就是从1955年到1959年 这四年当中 这两兄弟一共通信了 110份这些信件的内容 信件的内容最重要 最有趣的是 一来是他的及时性 因为都是当下 所发生的事情 另外因为是 这样亲密的两兄弟 两个人之间 几乎没有任何的秘密 所以如此的坦白 如此的直接 因此我们在 阅读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 可以借由这两兄弟的书信 帮我们带回到 那个已经一世不去了的 那样的一种 时代的细节里面 另外一方面 让我们看到了 他们彼此之间 所说的许多有趣的真话 例如说有一封信 是1955年9月2号 夏季安哥哥 写给夏季卿的信 这封信之所以重要 那是因为他从美国 回到了台北 一回到台北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 描述形容 他的旅程 以及他对台北的影响 他跟弟弟说 8月29日晚 过了生平顶长的一晚 天浪已是8月31日 这就是因为旅程 因为飞行 8月29 晚上9点 抵达台乡山 但当地的时间 只算6点 过了两个钟头 从又起飞 那算8点 到威克岛 是上午5点 但当地时间 算深夜2点 刚刚是下半夜 到东京 是8月31日 上午11点 这是威克岛的时间 但是东京的 当地时间 是9点 东京在机场 停留了一个钟头 换中国民航的飞机 飞台北 晚上8点到 这个当然也就保留了 另外这个重要的记录 大家就知道说 当时从美国 要飞回到台湾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第一段 First leg 要飞到弹香山 接下来再飞到威克岛 再飞到东京 最后才能够回到台北 Beefen's four legs 分成四段旅程 才能够从美国 回到台北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 飞机上的中国人 我看上去 似乎大多讨厌 西装 Outlandish 这里他们两个人 通信的时候 用了中文跟英文 很多英文的夹杂 他说西装 Outlandish 用你的字眼 不必说 但脸型都长得 有些反派 欧美人常有偏见 以为中国人 Coney 想不到离开中国半年 我也会有 这个印象 他离开了半年 然后呢 回到当时的中国 回到台湾 他就开始对于 中国人 长相 以及中国人的 Manner 他有了不太 舒服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 台北机场 秩序混乱 印象也非常的差 中国人到了中国 都争先恐后 那个时代的台湾 那个时代的台北 台北的检查呢 特别的麻烦 护照 入境证 身份证 上面都有照片 之外 还要填 什么什么表 而且人人都如此 还要贴两张照片 我身边呢 没有准备照片 日后还得补缴 表格这么多 接下来他的感慨 表格这么多 管File的人 就得多 国家就得多 养一匹公务员 行李没有给我 太多的麻烦 我这点东西呢 在纽约 在他起飞的时候 在纽约呢 秤 是70磅 在LA PAA人员 妈妈糊糊算我 66磅 这中间关键在哪里 仍然很琐碎 但很有趣 因为原来的限度 免费的限度 是66磅 本来70磅 这个机场人员 算他66磅 就不用加价 到了东京 没有重新过磅 平安到达台北 那还有一个 有趣的细节 唱片 因为他行李里面 带了唱片 唱片就暂时被扣留 这也是法令如此 过两天 可以去领回来 他们要听听 你带回来的唱片 内容是什么 如果意识纯正 他就特别加引号 如果意识纯正的话呢 就可以去领回 凡是进口的唱片 都是如此 你就知道说 在1955年 那个时候 台湾在思想跟 文化内容上面的检查 是非常繁琐 非常严格的 台北昨天下小雨 今天早晨9月1号 下大雨 本来打算去台大 现在要等雨停了再说 昨天东京跟OKINAWA 都有小雨 此外一路天气都很好 东京和台北 都比美国两岸都热 在檀香章机场 花香扑鼻 风光淫泥 机场上不见一个冰 一个远景 和台北的情况 大不相同 对应对照 也就了解 所以在台北 到处是冰 到处是远景 我们那一辆飞机 到达了之后 United Airlines 的Douglas DCF 把载了一批牧师 一到了之后 就很多人上去 替他们围花圈 那又是那个时代 因为飞行不容易 机场 接机送机 都要带花圈 他们的黑色的外套 白英灵外面 厚厚的绕着许多 粉红色的花 他们都是 圣工会的牧师 Epiccopal Conference 一年一度在 檀香山举行 那他到了台北 除了对于 飞机上的 中国人印象不好 对机场秩序 印象不好之外 还是有好一点的 他说台北给我 最好的印象是 物价便宜 半年当中 他离开了半年 回来之后 发现物价 没有什么变动 接下来 这里又帮我们留下来 当时台湾台北物价的 非常有趣的一个记录 因为呢 他刚刚从美国 回到台湾 所以他感受物价 是用美金算的 所以他列了一堆 告诉我们说 像是taxi 他还给我们一个细节 当时他搭到的taxi 非常的新 而且呢 他是chevroir的station wagon 从机场 当然的是松山机场 到他住的旅馆 不到一块钱的US dollar 晚餐呢 在一个四川馆子里吃的 不到20 cent 只花美金两毛钱 旅馆一个晚上呢 也不到一块钱 不过后面 他当然补充 旅馆当然脏 厕所很臭 这个旅馆叫做花桥之家 不过呢 也有特色 所有的一切welfare 也就是所有的照顾的行为 都由夏女来照顾 这个夏女呢 校夜迎人 体贴入围 等到要退房的时候 才给tip 才给小费 跟美国旅馆的 这种服务态度的impersonal 非常的不一样 而且呢 一进到旅馆里面 到了之后 马上送上一壶热茶 喝得很过瘾 住在哪里呢 华桥之家在西门町 是电影院区 所以他看 这里有些什么样的电影 他就看到了 电影看板上面 有叫做 独孤里乔之意 有情圣 可是这里 夏吉安很有趣 他又多加了一个 助角给他的弟弟 像他讲到 独孤里乔之意 独孤里乔之意呢 这部电影是1954年的电影 电影的原名叫做 The Bridge at Tocco Re 所以 就是独孤里乔 独孤里之乔 然后当然这是一个战争片 因为它是一个战争片 就翻译叫做 独孤里乔之意 但是夏吉安 要特别讲说 最近的这种翻译 越来越糟了 其实这后面 是有个背景 也就是 中国自从引进了西方 尤其是美国的电影之后 电影院的片名的翻译 之前是非常非常讲究 所谓讲究是 你不会直接翻译的 通常都要想出各种不同的古典 或者是诱发人 有各种不同联想的 才能够成为成功的 或者是像样的电影片名 夏吉安 习惯这种电影片名 所以呢 反而对于 直接翻译的独孤里乔之意 他看了就很不顺眼 接下来 他就说 我以前在上海家里 老是想离开 先是想要到内地里去 从北平逃回到上海之后 又天天 让这些人 想要去香港 现在重回到台湾 心里面 却只是想要去美国 久住 这是一个真正的感慨 就是到底家在哪里 那是那个时代 我们所看到 所留下来的 即时性的一个记录 他的感慨 最后就归结在 这句话上面 Really Where do I belong 然后信的后面 他当然就关心了 他的弟弟的状况 我们就不再 继续为大家念下去 然后因为两个人 都是研究文学的 所以夏基安跟夏志清的书信令 另外留下的是 当时对于文学 以及包围着文学的 外围的环境 有一些 今天可能没有办法 在别的地方 可以看得到的细节 举个例子来说 1957年5月1号 夏基安写给夏志清的 这一封信 首先是跟弟弟说 你的信收到了 很久 但是没有写回信 很抱歉 为什么呢 因为那几天 忙着写一篇文章 叫做 《关于心师的一点意见》 是为了自由中国的 五四专号 真文而写的 自由中国是 胡适所创办 我不便对 五四运动 有任何的维持 只好站在心的立场 说话了 但心里面 也就了解 他其实对这种 自由中国的心 他其实对于 五四运动的心 或者是心事 其实是不以为然的 他说文章开头 抄了你的信 大约两千次 这应该是 你的名字 第一次在台湾的报刊上出现 然后我在你的文章后面 加了三千次的发挥 这又是留下一个 很有趣的记录 至少是哥哥的意见 夏志清最早 在台湾的报刊 发表的文字 是他哥哥 从信里面抄出来的 然后附上了他的名字 所以夏基安继续说 你关于心事的意见 我完全赞成 我们虽然有提倡 新古典主义的嫌疑 其实我们的主张 比胡适等 五四时代的理论家 更新 更着重白话 我们的意见 可能是对梁文心 也就是吴新华的 一个rebuke 但是吴新华 还有宋奇 曾写过 Heroic Copeland 中国做这种尝试的 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 恐怕就没有人了 Pope式的诗 对于中国读者 是太陌生了 问题恐怕是在翻译方面 以莎士比亚 或浪班牌的诗 不论译文 多么样的拙劣 原来的热情和哲理 多少可以带过来一点 可是Pope的诗 是What off was thought But never so well expressed 道理并不高深 但expression就大成问题 译得不漂亮 读者要觉得索然无味 译得漂亮 白话文这个工具 恐怕还不大一够 光是这一段 对于中国的现代诗 心思的变化跟发展 其实就提出了 许许多多重要的意见 真的可以值得 一段一段的仔细的解说 不当然我们没有时间 在这里为大家做这样的解说 只是告诉大家 这本书里面 因为是书信 所以它藏了好多 值得我们 更进一步的去体会 值得我们 回到那个时代 去认知理解的 重要的保障 这本书是 夏之星 夏吉安 书信集 介绍给大家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访邀请